英哥能听见我说话吗 你能听他说 我没啥活 我就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你说 就第一个是 因为我现在在英区读硕士 然后玩过 马上读PHD了 然后异国恋的时候 我觉得您这可能比较有经验 很有经验 很有经验 然后我因为女朋友现在还在国内 然后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连麦不太注意敏感词 然后就是如果我继续读博的话 在英区这边去读博的话 那我可能就还得在异国三年 然后他感觉是这个有点 还在三年呢 我给你算算 再过三年 感谢FI 再三年的话 那时候他孩子应该五岁 真的 没有 再过三年 他孩子就五岁了 你敢他吗 认真的 认真的 就是这个 双方父母都见过了 但他现在就 我们感情其实还好 但他就是考雅思 他也考不过 然后完了过后 各种各样也都出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你是学霸 他是学长 我也不敢 不是不敢的问题 就是你是学霸 他是学长 真是你俩的比例 就是他学习很一般 雅思他也考过 对吧 对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然后完了过 他情绪也有点压抑 然后这一国一年多也没回去 这个好办 你让他进我女粉群 别扯 别扯 你他妈 你他妈可下边趴子 看我女粉群是女粉 你看他妈挺开心的 你让他妈进女粉群 你又不干了 谁家他妈 让谁家出 你没进是没进 刚才照片你看不挺 那么高兴的吗 让谁家出两 谁家不对 我没一看见 我认真的 他今年多大了 他今年22 他之前因为 情绪问题休学了一年 所以说 你多大 25 我也 我也22 你也22 他休学了一年 因为情绪问题 所以说 我刚才说认真的 22 你想 你想听打击版的 还是鼓励版的吧 这话两边说 就 没有 就是论事 就是因为 我也双方父母 都 都 都 见过了 行 那我想 正好我想听歌 我给你放个歌 这个吧 老弟 人生吧 他很漫长 可以这么说 22 过了20 你其实才成人 你才步入社会 你如此 他也如此 我告诉你 感情这东西 不怕 其实真正不怕 到最后说是 谁劈腿了 谁 外面有人了 不怕这个 因为啥 那个感情已经死了 怕的是啥 怕的是感情没死 人死了 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死 感谢FY 就是什么叫做 物理意义上的死 就是 你俩的异地也好 你俩在一起也好 从20岁开始算 未来你俩要面对的东西太多 诱惑太多 挑战太多 悲欢离合 殷勤 殷勤圆缺都太多 你俩现在还根本都不知道 相处在一起 比如说同居 你是过吗 你俩的短暂相处 短暂接触 都是建立在什么 比如说你回趟国了 俩人互相想的不行 都是把最好的一个面拿出来 你也在隐藏 他也在隐藏 实际上你俩真正到最后 如果平淡的生活在一起 每天起居吃喝拉撒 屎尿屁 踩米油盐 这些东西 如果都在一起的话 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未来的这个变故 是非常 非常难以控制的 你明白吧 你现在讨论的这东西 你说我有一段感情 我想坚持下去 好不好 这是个好事 他也愿意的话 也是个好事 但是很明显 他也没有那么成熟 你也没有那么成熟 怎么说呢 他学习考不过去 他现在心情很迟落 他想过去跟你一起 对吧 他这个就代表 一个不成熟的表现 就是他考不过去 然后他心情很失落 应该想办法 把这个问题解决 而不是心情很失落 甚至你在想办法 怎么去能够哄哄他 他开心一点 你应该想办法 怎么让你俩团聚到一起 证明你俩先都不足够成熟 你俩不足够成熟的 感情到一起 我可以这么说 不出意外 结果不太好 但是不能说 所有人都不好 我希望你俩是好的 尤其是你能读博士啥的 显然现在你是放弃不了的 明白吧 你是不能放弃 现在这条道的 你肯定要读完博的 他如果出不来 再等你三年 他25岁 我可以这么说 他把 可以把 可以这么说 人生第一次选择 他的第一次选择 就全人给你头上 你的压力会超级大的 未来你可能会存在一个变故是什么 就是 有可能你毕业了以后 英国也好 美国也罢 你一个本地 有可能会有工作机会 明白吧 我肯定回国的 我肯定回国 不不不 你家里面是怎么认为的 你家里面之所以能给你送的 我家里面 你说 我家里面也是想我回国 然后我本人意愿也是想回国 那你这样 等到你毕业的时候 如果你确定能回 你能确定你毕业就走 你不待的话 等于你也是最后赌一把 你的人生未来很多机会 你足够优秀 这两个感情的动向 我跟你说非常怕的 不平衡 他显然 未来会变成不平衡的一方 因为你太优秀了 他俩口出国都出不了 明白 他肯定会不平衡的 那未来在你俩的这种相处关系里面 就是在你眼里面 很平常的事 你看我今天跟你生气了吗 我说一对 那我就态度不好点了 在他的眼里会变成啥 你认为他配不上 我早跟你说 未来这个东西很累的 你是天平那个矮的那一段也好 高的那一段 这两端都很累 这就是所谓登对门当户对的重要性 你明白吗 这个我真不是危言耸听 跟你做节目效果 未来你越优秀 他越普通 他就会越有这种感觉 你哪怕再常规不过的吵架 在他眼里头 都是你看不起他了 你看不上他了 你嫌弃他了 现在就已经有点这个感觉 是吧 你如果现在就已经有这个感受了 对我告诉你 未来这个感受会越来越明显 你未来维持感情的方式 就是在不断的开导 你没有你想的那么差 我特别喜欢你 我就是以后我当天王老子了 我肯定 你当我老子 你永远都在做这件事 你早晚有一天会做腻的 你想 这个感情不是说没有必要了 我告诉你 你要找到问题的根本在哪 问题的根本是 他不想跟你差距过大 这个差距是世俗认知的差距 而你得POA给他一套另外的差距 甚至你俩的相处方式 他所期待的一定是那种 你天天围着他转 你哄着他 因为越害怕失去的人 越是这种表象 但你总会累的 你要累了咋办 你有一天如果烦了 你看你这个人真的是 什么哄都哄不好 回回这点事都哄 你但凡抱怨一次 你唠叨一次 你没有心的说这一次话 他就足以让他心上透 明白吗 所以两种解决方式 让他变得足够优秀 我也在帮他 我也在 他的专业我也在学 然后让他给我看 你再把他专业学会 完他再没学会 你更他妈打击他了 你不更打击他了吗 知道吧 你得让他足够优秀 那我已经这么干了 我这怎么整 他这毕业 我都 都是我学的 年轻吗 年轻吗 干了一些事 你这个行为说白了 如果倒着看的话 就像什么 就像你女友是个毒贩 是个吸毒的人 然后你为了证明能戒 你去跟他一起洗 洗完了回头 你真戒 他还戒不了 他就想死 他肯定是吗 你想想 他想戒毒戒不了 完了你证明给他看 我跟你洗洗 结果你戒了 他戒不了 那你说他不想死 他想啥 我他妈就是个废物 你这么优秀的人 你跟我在一起 我说我戒不了 结果你他妈跟我一起 说完你能戒 我他妈还戒不了 我死得了 我死就行了 你能明白他吗 我能明白 所以说你 你必须得让他 真正从他本质上面来 让他优秀起来 让他跟你的差距变小 说白了 很多人这时候的选择 是没办法让他变得优秀 那我就烂一点 我不读了 很多人是这种选择 你千万不能这样 这个代价是一辈子 而且很有可能 你就算不读了 你说我 那我就得了 我不读 我不读格式了 你刚才问我的选择 我还有三年怎么办 不读了吗 走 你如果不读了 在你未来 你俩要面对 平淡的生活的时候 感情基础 足够扎实的时候 你肯定会说出这句话 我当初就是为你不读的 这就是你一辈最大的埋怨 最大的抱怨 他背不起这个东西 一旦你说出 你感情就破裂了 但你早晚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明白吧 明白了 所以说你必须得读 你不能不读 你必须得读 因为你俩很有可能 我说实话 如果未来由于身份当中 互相差的 这个中间的落差过大 很有可能导致 你俩到不了30岁 就不能继续了 而那个时候 你的价值 是研究生还是博士 你的价值是 是有成还是一个 舔狗 舔狗男 就完全在你一念之间 你必须保证 你足够优秀的情况下 然后去拉着他飞 带着他飞 好吧 明白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 我现在拿到两个offer 然后刚才听你说这段话 我也有点动摇 就是 就一个是那个 就是 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 没有去过美村 然后完了过后 我第一次出国 也就来这儿 然后有一个南加州的 那个offer 是一个conoffer 然后 但我这个专业吧 我不知道我这个专业 在那边算不算敏感 就我是地理信息系统 会涉及到地理数据 我好像我记住 好像地质 地质算敏感的 地理信息系统 我还真不知道 给那个 那个贼 钢铁侠 在没有在给他拉到 那个海外精英群去 里面都是什么 博士60的 你去你去那啥去 你去问问他们 明不明感 然后这个有一个 这个南加州的conoffer 然后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 那个帝国理工的 一个conoffer 我不知道就 这个 这个 该选哪一个了 感谢严编战神 我那边 我那边说话 这边经营的 帝国理工 我操 然后就 我因为我没去问 美村 我也不知道 那边的治安环境 我看那个 还挺恐怖的 然后我在那个 歌大的同学 也说挺恐怖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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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了 啊 这 呃 那个 这边有一个群里面 群友跟你说了啊 ABQ是化学在读的 人家跟你说 我说让你选帝国理工 让你选帝国理工 那个你们 你们 给这小子拉到群里面 你们就好好跟他说 说那个 说说那个 那个他那个选 选择的问题 啊 去去去 谁谁拉他一下 我刚刚 谁谁在 你回头看一下私信吗 嗯 帝国理工 南加大狗 逼不是 在帝国理工 我我我 看看那个什么 还挺好 我就我就不知道 那个什么 啊 建英格 建英格 嗯 美国什么驴马烂子 能跟帝国理工 比 这话说的真的吗 真实 行 那你那啥吧 你去你去去进 进群去吧 进群去 要不刮嘴 谁呢 你就给他私信一下 给他拉群 让他问群里面 啊 嗯 你去去 感情的事 你就自己 想办法把女朋友 变得优秀起来 而且我告诉你啊 再放一首歌 我跟你们说 不知道你们 你们有没有 这种经历啊 就尤其是 年轻的时候 出对象 特别害怕 自己的对象 见世面 你也海外博士 你海外博士 你进啊 进群都进群 海外博士 就都进群 就是年轻的时候 特别怕 自己的对象 出去见世面 所谓见世面 包括上班 有工作 特别怕 怕他遇见 更优秀的人 怕他遇见 更多的诱惑 然后这种怕 会让你们 变得很自卑 会让你变得自卑 会让你变得 控制欲很强 会让你变成 大男子主义 大女子主义 知道吗 一定会有这个的 未来 就像这个 这个小孩 他的这个女朋友 也会去接触社会 如果他女朋友 足够漂亮的话 他的担忧 是足够多的 一定会怕的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你想让他 在收入上面来讲 跟你 跟你差不多的话 他可能 比如说做个主播吧 那些刷钱的大哥 对你来讲不是一个 你觉得最最闹心的 一个题材吗 你靠刷钱大哥 让他让他活着 但是呢 刷钱大哥又得 又得整上 那个情爱那一套 其实你就不是主播 就是工作也是一样的 他们的老板 一听说他们老板是单身 哇操 你这你这火 上不完的事 尤其是啥 尤其是你要在身边 其实还好 下班到点的回家 异地链咋处理 今天跟你说 今天公司团建 喝了点酒 感谢FY急速抽宝 今天公司团建 喝了点酒 电话没听着 咋办 咋办 就这个东西 刺在你心里面 你可能 哎呀别逗想 别逗想 两次呢 三次呢 信任确实是基础 但是我跟你 只能这么说 信任是选择不去想 只能选择不去想 你但凡要想就没信任 怎么能不想 不可能不想 骗自己呗 咱也别吹牛 比谁圣人 骗自己呗 伤害多少 不是我想伤害你 要不然你看开这个问题 你也有你的小秘密 要不然的话 你想就难受 肯定是 跟你的小秘密 想伤害你 你就 爹 轻